作词 李宗盛 爱如忍着牵挂 那些伤疤总会借强 簇拥成时光的话 总会有人为你摘下 Don't feel lonely moving on 和时光说说话 光静静落下就等他回答 愿你人还有他 担心轻差点我 懂着人生充满很多遗憾 你人若爱却冬山 来拉凯亚援助的第478天 刚刚飞去灵室 知道一台心脏功能不全患者的巨大脑膜流切除手术 紧接着马不停蹄地回到拉凯亚 还有一台大手术等着我 我们来这里的任务 一是在当地艰苦的医疗条件下 挽救更多的生命 二是受之以余 等我们离开这片土地 当地的医生 依然有能力给患者提供最好的救治 任务患者到了吗 到了 患者是高空追悟伤 头部骨折 眼球内线 鼻腔现在有大量生液 当地的医院条件有限 我们只做了开放性创伤的简单包扎 患者目前轻度昏迷 格拉斯克评分是多少 六分 考虑是颅底粉碎性骨折 伴随脑子液渗漏 CT同步发给我 做好一小时内手术的准备 我上了头等舱 早些出来可以节约些时间 五分钟之后你就要司机在 五分钟之后 三号我们等 三号我们等 我们要在我的车 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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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活到 小老板 车堵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拉凯要交通非常不好 特等舱节约的时间 可能需要浪费了 要不你再等等 不等了 我自己想办法 你好 你好 来 大家往这边走 拉卡亚有什么特色 不知道这边有个上雨天 巴掌大的机场还要做什么 欢迎来到拉卡亚 这啥啊 来 需要茅台吗 保证正品啊 来 分一下 分一下 来 拉卡亚买茅台带回去 不开玩笑吗 这小姑娘真幽默 大哥 您这就不等行了 来拉卡亚不带一瓶茅台回去 您可就亏大了 我这茅台呢 一瓶一百美金 怎么样 这价格 您在国内半瓶都买不到呢 这价格这么便宜 不会是假酒吧 就是吧 你再来 这茅台呀 出口到拉卡亚 是要贴税的 只要人民币四五百一瓶 小姑娘 你赚得太好了吧 看您这话说的 我这就小本生意 不得赚点什么关税啊 场地租赁费啊 人工费等等的 乱七八糟 真没赚你多少钱 还是不靠谱 万一是假酒怎么办 假酒你喝了你 这确实便宜啊这个 你身体我受不了 没关系 咱们来旅游啊 咱们也不强买强卖 我这酒呢 库亚特将军已经定了 明天嘉宴等着又买 等等等等 在拉卡亚买茅台 确实比国内便宜太多了 就这价格 自己喝也舍得呀 给我来一瓶吧 好嘞 这买呀 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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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谢谢谢谢 都有都有都有 不急不急不急 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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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不急不急 真的 前颅窝底粉碎性骨折 必须立刻取出 嵌入脑组织 卡压施神经的碎骨片 患者现在状况怎么样 患者刚刚发作颠寫 已经超过了五分钟 目前我们给了巴比土对照 格拉斯科评分下降到五分 中度昏迷 左侧同股放大 持续监测患者体征 格拉斯哥评分再下降一分 不用向我请示 立刻手术 那小白 可是我 没有可是 方明凡 脑膳是不会等你准备好的 这不是刚刚坐车那个土豪吗 我先不跟你说 同胞 去哪儿啊 我送你 不了 我打出租 出租啊 那你可得想好了 从机场到市区这条主干道 毒也得把你毒死 坐我的车吧 保证五十分钟内 让你到达市区的任何地方 五十分钟 你确定 你赶时间啊 这样吧 看在我们是同胞的份上 一口价 一百美金 一百美金 时间就是金钱 超时的话我倒陪你一百 车在哪儿 先不定金 全款 带路吧 大方 跟我走吧 这都走了八分钟呢 你的车到底在哪儿啊 我真的赶时间 马上就到 敞篷跑车 真皮座椅 老板亲自驾驶 这车 我坐哪儿 这儿啊 行李呢 行李不是很简单 这儿 我开车特别稳 一定没问题 放心吧 你认真的吗 作为医生 面对疾病束手无策 其实是最大的痛苦 我去 那个嫌我车烂还是要不打车吧 钱我退给你 赶紧走 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你还剩下四十分钟 你还剩下四十分钟 快啊 那个 去哪儿啊 友好医院 你还剩下四十分钟 不是 你看我干什么呀 看路呀 可以再快点吗 坐稳了 你们看我个拖 我记得好 我记得不厉害 怎么还堵车了呢 出车户了好像 还有没有别的路啊 干嘛了 开速了 别加钱 我是让你开快点 我是让你起飞 你不要命 我还要命呢 慢点 姜月的酒撒了 我们俩 那个 又怎么了 提前了十分钟 提前了十分钟 超速加钱是吧 不是的 五十块钱已经是双倍了 应该是我找你五十 不用了 很坏了 又是 发生了 你 Bryony 都쪽学印吗 sol 就不是 带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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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板 还是你来吧 小老板 还是你来吧 不错 提升 新绿每分出六十五次 高氧一百二毫米公共 血氧保护度百分之九十二 只成稳定 方医生 手术做得非常及时 喂 江江 下个月 下个月我就回来了 我信你个鬼 苏维安 你回回都说下个月 下个月你打算没什么理由 堵车 胃痛 起晚了 航空公司在你嘴里 已经罢工过两次了 这回肯定我下个月 一定回去好不好 行了 赶紧来机场 接驾 机场 什么机场 拉卡亚机场 苏维安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呀你 我才知道 你居然这三年 一直都没有在巴黎留学 一直在拉卡亚 你竟敢瞒我和兰姐三年 你等着 见面 你必须给我解释啊 走 等一下 我在拉卡亚的时候 你没跟兰姐说吧 怕我告诉你妈呀 那就赶紧来机场接我吧 但是我现在 得去将军府上送酒 等我得一个多小时呢 你不是会法语吗 你可以坐机场大巴 喂 喂 天江 我把地址发给你 你注意安全啊 我惹 FROM 你父亲苏建国 在送医图中不幸死亡 请判定 此次事故你父亲负全责 不是吧 我来 别动了 你快点 你是医院吗 她是医院 我的天啊 她是救命的 胆子痛苦三大 呼吸困难 糟了 估计是外伤性脑出息 领内压过高 可能会脑伤 在医院的医院 在医院 一时半 一个半小时 她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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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估计扰性满得 skr 医生 药医生 还抵律 抵律 它不吃吧 一毫克绳上线色进退 承评 1毫克绳 1毫克绳 大力 她是什么 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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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枚 封锻完毕 等 还没 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 还没 我冲着你 250枚再次一次 你还没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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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张 患者恢复痘性心率 每分钟六十五次 需要浓度百分之九十二 继续手术 是 我去医院 颅脑重建完成 方米凡 接下来交给你了 放心吧 我的车呢 对不起 我的腕子和腕子 我没有 我没有 她是来的 我们去 我的腕子和腕子 和腕子 您的腕子 您的腕子 我 我在这东北 小老板 辛苦了 这是我珍藏的 82年的铁皮石虎 专门从国内带过来的 意味生津 子银清热 请向哪儿 方铭凡 方铭凡 小老板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知道 我下次一定 逃避不是办法 你难道打算一辈子当我铃鱼珠 赶紧有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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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酒气冲天的 喝这么多酒还开车 好 把她的血样送到检验课 立刻把她送到手术厅 好 我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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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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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CT徒手定位 拉卡亚竟然还有这样的神外高手 算不得高手 这个洞 开的位置还不够精准吗 PHP 左侧后脑式直接撞击点 剧烈撞击 导致右侧前额对冲伤 л주고 内血管破裂 出血量大 救治者一定是意识到伤者 卢内压过高 撑不到送医院 所以才做了几基础 下手倒算是魂准痕 这还不算高手啊 多亏了这个洞 及时把卢内压降了下来 争取了抢救时间 骨扎都碎成这样了 手那么生就敢给人开卢 多半是个半罐水的蟒夫 失心晕眼赴人手 这个蟒夫至少也具备了 成为外科高手的前两项了嘛 真想见一见 确实有点意思 先生 我真的听到了 你能够给你一个小医生吗 别担心 我警察警察警察 他们会给你一个小医生 我会让你开简单 我会让你开简单 我建议你经常经常 那得待我赚多少钱啊 将军酒送不到 他不得杀二真人呢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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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厅厅也在驾驶吗 厅厅的厅厅 先生 您可以给我批评电话吗 一百美元都不够 太贪心了 太 получить 谢谢 来 来 来 苏莱安过的是什么日子 喂 喂 我到你家门口了 你确定你给的这个地址是对的 大家 先听我说 我被告杀人了 现在在检察局 杀人 你现在立马去友好医院神经外科 找一个今天刚被送进去的急救病人 特征是 出了车祸 喝了酒 脑袋上被钻了一个洞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找到他的主导医生 把他带到东区检察局来 只有他能证明我没有杀人了 杀区费 记住啊 杀区费 友好医院神经外科 喂 天哪 友好医院神经外科 您好 您好 您是过来应聘翻译的吧 不是 我想问一下 今天有没有一个急救患者 他被送过来的时候脑袋 被钻了一个洞啊 您说的是那个车祸送过来的吧 对对对 您是伤者什么人呢 我找他的主导医生 主导医生是顾医生 您找他有事吗 有 很急很急 人命关天 麻烦你赶紧帮我找到他好吗 别着急 别着急 您先去坐坐 我马上给您通知 谢谢啊 请您快一点 好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你是中国人啊 你看病还是找人啊 你认识神经外科的顾医生吗 我找他救命 找顾医生救命啊 你哪儿不舒服啊 我也是神外的 不是我 我就找脑袋钻洞的那个人的主导医生 别人不行我就找他 跟我说是一样的 我也上了那台急救手术 不一样 我朋友说了一定要找主导医生 你是主导医生吗 顾医生他很忙 但是除了病患以外的事 他都会交给我 谁找我 是我 医生 请你跟我去一趟东区警察局 我朋友他在给人急救的时候 被警察给误抓了 告他杀人 你是那个被救治者的主导医生 你得跟我去证明他是无辜的 方秘凡 你了解一下情况 有必要的话 给他出一份书面的情况说明 好 不是 顾医生 救死扶伤可是医生的天职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所以就请你不要耽误我救死扶伤 调查取证还原事实 那是警察的本质工作 这里的警察要是有用的话 我朋友就不会被冤枉了 只有你最清楚 我朋友给那个人脑袋上钻了个洞 到底是害了他还是救了他 那个洞是你朋友开的 对啊 你稍等 我先安排一下手里的工作 然后就跟你去 不是 小老板 你不是从来都不多管闲事的吗 怎么 方明凡 我叫你取的血检报告呢 给我 我叫你取的血检报 静静 天哪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吓死我了 我还找到人呢 在那儿呢 我知道 我一分钟都没耽误我 还是很帅的中国医生 通知 And I'm not going to be a journalist 地上 您的报告 都能你取的血检报 您的报告 您已有资讯 现在还可以吗 你是骗的 那不是外公 那就是狠狠的女子 你在那里 是 是你呀 好巧啊 顾医生 谢谢你帮我做账 你没认识啊 缘分 你是医生 他是医学生 华人一大 本博八年 厉害吧 你是华人的博士 那为什么在这里开黑车呢 你是哪一级的 毕业多少年了 没 没毕业 退学了 退学了 那你就是没有临床经验 刚刚施救的时候 也没有接受远程的专业指导 考过了医师资格证 接受过脑外科专科培训 那相当于没有 你就不怕你刚刚的操作 出现失误 造成患者当场死亡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责任你怎么负 那不是没死吗 那是侥幸 难怪退学 我看你对医学和生命 毫无敬畏之心 放心 要是死了 我一命第一命 你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生命在你的心目当中 究竟是什么 华人医科大学 就是这样子教你们 对生命负责的吗 他一命就不惰了 你快点跑啊 你还要买这个组织 然后你转走 你是华人的顾允针吗 谢谢 国务院长不就是那个 在毕竟板上的习惠惠 刚刚这个人是怎么了 晕倒了吗 电线发作了 命好碰上了小苏医生 现在给她送去医院了 小苏医生 交顺口了 华人一大的一个女学生 他书忘拿了 这是他新末考试的最后一课 您可以试试 您必须赔一千块钱 之前离开 我可以试试 苏维安 二零一二级 临床医学的苏维安 顾老师 你还记得我呀 因为旧人耽误考试的同学 我遇到的不多 这个名字我印象深刻 苏维安 我以为你会成为 一名优秀的医生 没想到你居然退学了 你为什么退学 学艺太古太穷了 坚持不住了吧 快点 你还要上升 百分之百 你还行吗 百分之百 你还行吗 什么啊 是 是 你还要上升 我还要上升 你还行吗 请你 怎么了 钱呢 嗯 啊 钱呢 完了 我也没带够现金啊 郭医生 你一定有钱 舅舅同胞吧 谢谢郭医生 谢谢郭老师 不用谢我 也不用叫我老师 我的学生 没有半途而废的逃兵 我 苏伟安 如果下次再让我发现 你擅自施救 我一定会配合警察 将你绳之以法 记住了 郭医生 这钱我们会还的 喂 洪姐 喂 周老板 喂 哥 我想问一下店里还有茅台吗 上个月帮你订的那些茅台 我能回购不 三香都喝完了 你一瓶啊 两瓶 两瓶行啊 假 假的不行 我不买假 将军是中国童女又不是不知道 这一喝就漏信了 你开价吧 真能宰钱 做个酒真的是费劲 你 苏伟安 你还拿我当朋友吗 我今天 飞了大半个地球来找你 为你跑了一整天 呼吸演技全用上了 你呢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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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我看你的侧脸 你错了 我错了 来来来 大虾 你最爱的大虾 你少来啊 老实在在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就是 就是我把裤甲特将军的酒弄丢了 我现在 我问你这个了吗 我问的是顾云峥 顾医生 顾老师 说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行了行了 将不赢也将不赢 火山没冒了 我哪有心思想这些啊 将军要是生气了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好好好 顾云峥的事我不说了 先说说你的事 我又怎么了 装 你 明明在拉卡亚 为什么要骗我们你在巴黎 还有 你什么时候退的学 为什么退学 我刚刚在警察局 不是讲得很明白了吗 学艺又苦又没钱 是啊 你这话 也就偏偏顾云争 你休想骗我啊 你 从那么小 就想当医生 你现在告诉我说 你觉得学艺没钱赚 所以想放弃 你觉得我会信吗 苏维安 而且你苏维安 又不是那种爱钱的人呀 我爱钱啊 特别爱钱 还非得跑到拉卡亚 来赚这种惊心动魄的卖命钱 是不是因为当年论文的事啊 当然不是了 那是因为叔叔的意外 天佳 天佳 人都是会变的 我现在就想一心赚钱 我想享受人生 我不想在那个医学院里天天苦 又没钱赚又累人 你不要在这里 这么辛苦地折腾自己了好不好 你跟我回国去 简佳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疼我 但是 我现在就是需要很多很多钱 越多越好 好啊 那我陪你一起赚嘛 反正 我从小就喜欢跟着你跑 这次也要 我呢 就买了一张单纯的机票 要么 你跟我回去 要么 我陪你在这儿 你不回 我不走 我不回 你不走 开什么玩笑呢 你那单位 能给你拼那么长假吗 本小姐 裸辞了 又裸辞了 我天哪 我们家房产 光靠收租就可以躺赢了呀 干吗要为了那么几千块钱的工资 忍气吞声的 我才不要呢 我不干了 后天 后天不行 今晚拿不到就死定了 怎么样呢 你今天就要把张静的酒凑起 凑了一晚上了才这些 机场免售店 你问过吗 我们可以穿一机去哪儿 你哪有这么容易啊 将军可是个中国通 机场免售店那些都是出口茅台 他要的玄装茅台 怎么办啊 到了 谁啊 不知道 不敢接 晓了一晚上了 这人不够 千万 你不敢开始 念说 你看 我去哪里 学习 最后一开始 终于好 身体 你还不知道 为什么 还不动 怎么在 你还没人 什么 他还要 将军哪个人啊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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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那边 别来全地 这么多人 只有一个人 你 放在我的车 找我这个混蛋 好 不 行 我的钱都在里面 钱重要没重要 进去 进去 你干嘛 我的辣条老干妈 不是大姐 现在还老干妈 那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会议到你一路, 总监上来。 走。 走。 我的街啊, 我的店啊。 在这儿下人。 天江,咱们今天晚上回不去了。 将军人刚说了,我把将军晚宴搞砸了。 他们要把我抓回去。 将军人,怎么跟黑帮一样。 他不来我赔点钱就是了吗? 打他抢算什么英雄好看? 我报警。 报警啥呀? 他在这儿就跟赌皇帝一样。 谁都不怕。 那我会今天晚上睡哪儿啊? 只能找件旅馆了。 将军已经下命了。 所有场所都不能接受我。 只要一看到我就把我抓走。 去哪儿? 您好。 您好。 您是过来应聘翻译的吧? 我知道有个安全的去处。 你知道。 你猜猜第一点。 走。 走吧。 那你干什么? 走吧。 我还是回去跟将军父亲请罪吧。 他也不能真要了我的命。 不行。 你连将军都不怕,还怕来医院。 你现在店砸了,声音也做不成了。 这里就是最安全最好的去处。 而且你不是一门心思想赚钱吗? 这里是工资粥结,待遇很好。 还有什么比这个法语翻译更适合你的? 不行。 他也拨动时针。 全校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聚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劫舍。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因为命令的城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这条迷途的人 只飞着温暖孤独灵魂 要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黑夜过度时针 喧嚣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举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坚持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命令命令的城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这条迷途的人 只飞着温暖孤独灵魂 让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